这个家暴案口气真的好大 来看新北市三峡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处理一丝是喝醉酒的家暴案件 而袁警赶到现场时 这名酒醉的男子不但不配合警方 而且态度很嚣张 不但口出脏话侮辱袁警 还大言不惭的说 他的钱多的是 你现在够了没有啊 你酒醉才是这样 你够了没有啊 警方一到男子什么都不配合 就是一阵乱骂 男子三字经一句接一句 喝得醉醺醺的态度嚣张 他的太太报案说男子对女儿家暴 袁警一到男子的女儿还出来拉着他 就怕他喝醉闯祸 他的这个父母亲也在场劝阻 基金劝阻之后都无效 那速度以口出黑眼来这个侮辱警方 男子醉到胡言乱语 还自己开价两万五 问袁警够不够罚 说自己钱多的事 跳针的男子最后被上铐带回警局 酒测值高达零点七七 枪警的后果就是被一公然 五入罪送办 记者徐教委张一人新北报导 对吧